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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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回来 我就假装不胜酒力地往她怀里扑 我这么一个胸软妖戏 肤白貌美的女明星往她怀里钻 嘴里还说着撩骚的台词 舒默哥哥 我好热呀 你身上真凉快 是男人都懂吧 可这家伙偏偏不为所动 直接将我抱到床上去 香香 你醉了 然后去厨房给我煮了碗醒酒汤 我假装醉酒不配合 不肯喝 这家伙居然不厌其烦 小口小口地给我喂下去 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清醒过来 恢复从前我俩礼貌的相处之道 沈教授 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喝醉了 如果有失态的地方 请你包涵 沈舒默明显松了口气 没关系 如果有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告诉我 醉酒对身体不好 我把这事和我闺蜜间经纪人思思说了 情场劳手的她帮我分析 香香 好消息的是 沈教授不是爱占便宜的渣男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就是沈教授对你好无兴趣 我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 病房里 沈舒默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头部缠绕着一层白色的纱布 脸色苍白 说不出的破碎感 范医生 舒默情况怎么样 沈舒默的好友范婷云是这里的脑科医生 也是她的主治医生 范医生眉头微皱 脑震荡 我瞬间揪心 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范医生咳嗽了一下 舒默失忆了 我愣了下 失忆 嗯 他醒来过一次 可他连我都不认识 范医生推了下眼镜 一本正经地说 别担心 人的脑部在受到创伤后 失忆是一种很常见的后遗症 记忆会恢复吗 这个得分情况 不好说 范医生意味深长地打量我 这段时间不要刺激他 我点了点头 好 我知道了 没想到这么戏剧性的桥段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把这件事打电话告诉了思思 思思语气里透着兴奋 香香 这真的是天助你也 他肯定不记得你们是契约婚姻 那你就是他真正的老婆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那又怎样 思思有些恨铁不成钢 笨啊 先婚后爱懂不懂 我恍然大悟 反正他失忆了 那我俩平日里是怎么相处的 那都是我说了算啊 我完全可以让他相信他是个宠妻狂魔 甚至趁机生米煮成熟饭 我的板 你可是提名影后的演员哦 小小沈教授拿捏 思思还不忘给我加油打气 我瞬间信心满满 看了看包里的结婚证 瞬间更有底气了 我俩本来就是领过证 办过酒宴的合法夫妻 我打我男人的主意 有问题吗 当然没问题啊 晚上 沈叔默醒过来 我赶紧握住他的手 叔默 你感觉怎么样 沈叔默盯了我许久 非眸里满是困惑 你是 我是你的 我换了个亲密的语调 亲亲老婆呀 我们结婚三年了 是圈子里公认的恩爱夫妻呀 我垂眼 在抬眸时 眼睛里已经蓄满泪水 老公 你怎么连我都忘记了 你该不会把我们那么多恩爱的经历都忘记了吧 难道那些对你都不重要 才会忘记 表面上是甜蜜的责备 其实是按戳戳的试探 老婆 对不起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沈叔默的眼里都是愧疚 她忽然抓起我的手 猝不及防地吻了下我的手指 但是爱老婆的那种感觉还留在我心里 天啊 我竭力忍住自己想尖叫的情绪 我们从未有过这么亲密的举动 没想到失忆后的沈叔默会这么快带入我给他的人设 一开口就是撩人的情话 老婆 你怎么不说话了 还是生我的气吗 思绪回笼 我也得入戏呀 没生气 就是心疼你 我摸了下沈叔默的额头 这里还疼吗 有老婆疼 头就不疼了 沈叔默勾唇一笑 硬挺的五官温柔了许多 像是禁欲的冰帘盛开 有种神圣又让人想亵渎的美 这幅盛世美貌配上这么腻外的情话 我真的招架不住 脸颊开始发烫 声音也有点飘忽 可可 那就好 我去找范医生再给你看看 你先休息一下 我真怕自己疯狂跳动的心 泄露出我俩其实不熟 找借口顿走 范医生 请问沈叔默的后遗症包部 包括精分啊 诊室里 我实在没忍住 隐晦地向范医生透露 沈叔默醒过来后 性格没那么高冷了 范医生露出奇怪的表情 沈太太 你们不是一向如此相处的吗 哈哈 我一头雾水 从前我们开玩笑说 沈叔默性格沉稳高冷 你一定受不了他 但他破天荒回对我们 他说 你们夫妻相处很有情趣 不劳烦我们操心 我对天发誓 沈叔默在家里和我相近如宾 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早安 午安 晚安 情趣不了一点 略意思考 我也能理解 毕竟其余婚姻这件事非常私密 我只告诉了思思 他则是谁都没提 我赶紧打圆场 是的啦 舒默平日里也是很粘人的 只是更粘人了啦 范医生意味深长 人在生病时会更需要关注 所以辛苦沈太太多费心了 那是当然啦 这本来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一周后 沈叔默度过观察期 顺利出院了 我俩回到半山别墅 他似乎连家里的布局都不太挤的 老婆 我们的房间是哪个 我脱口而出 二楼左边第一间是你的 隔壁是我的 沈叔默立刻拧起眉头 我们分房睡 为什么 我们的感情出问题了吗 我挣了下 幸好我脑子转得快 赶紧找步 感情没问题 是你最近工作太忙了 每天都很晚才睡 你怕打扰我休息 所以暂时分房睡 沈叔默忽然抱住我 我的脸猝不及防 贴在他厚实温暖的胸膛上 耳边是他满怀歉意的声音 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多陪陪你 除了在外人面前做戏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抱我 我心跳情不自禁加快 好 那你要说到做到 沈叔默将头埋在我的脖梗 像是撒娇一样呢喃 老婆 今晚我们一起睡好不好 对于一对恩爱的夫妻来说 她的要求很合理 我虽然修到耳朵都发烫 却还是点头同意 当然可以 晚上 我特意选了一条柔滑的丝绸睡衣 简约的裁剪 完美贴合我的曲线 看着镜子里顾盼生辉的自己 信心倍增 小小沈教授 拿捏 我坐在床上等待浴室里 洗漱的沈叔默 听着哗啦啦的水声 紧张又兴奋地给思思发消息 我 救命 沈叔默今晚要和我一起睡 思思 好机会 快穿上战袍 生米煮成熟饭 我 这饭熟不了啊 思思 都成年人了 有什么好羞耻的 我 我今天不是排卵期啦 思思 死丫头 我只是让你上了她 没想到你是想一步到位 手机有那么好玩吗 一道低沉的嗓音 在我头顶响起 沈叔默刚洗完澡 朦胧的热气还在空气中弥漫 头发未干 水珠顺着发烧低落 滑过她的下巴和脖梗 顺着结实的腹肌和人鱼线 蜿蜒往下 她腰间松松垮垮地围着一条白色浴巾 若是她在前进半分 我的脸就能贴上她壮实的胸膛 我认识的沈叔默 常年穿着白衬衫和西装外套 在搭配不苟言笑的脸 将禁欲和疏离演绎到极致 这样的高领之花 忽然几乎赤身地站在我面前 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 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盯着她看 见我不说话 沈叔默微微弯腰 拉起我的手贴在她的胸肌上 薄唇勾起笑 那换个问法 手机有老公好玩吗 她可是出了名的禁欲系教授 居然在我面前说这样露骨的骚话 我默默咽了下口水 刚想开口 嘴唇上传来一股湿热 老婆 你怎么流鼻血了 沈叔默松开我去拿纸巾 我这才从花痴中回过神 接过她递过来的纸巾 我捂住鼻子 心里满是羞愤和气恼 明明是想靠美色让她缴械投降 结果被她反僵一军 鼻血止住了 我却没脸和她调情了 撒气似的踹了她一脚 沈叔默 你今天去隔壁睡 那沈教授有听你的话 去隔壁睡吗 咖啡厅里 思思满脸八卦 我搅动咖啡 异性阑珊 嗯 她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走了 思思皱眉 不对啊 真老公哪有这么听话的 什么意思 思思摸着下巴 阵阵有词地分析 我觉得沈教授和你的不熟客在了骨子里 即使失忆了 潜意识里还是和你生分 我警铃大作 那怎么办 思思说得很对 虽然我们做了三年夫妻 但平日里个忙个的 就算在一起 也是相敬如宾 先培养感情吧 思思提醒我 最近不是有情感观察的综艺找你吗 干脆趁这个机会 和沈教授公费恋爱呗 我对思思竖起大拇指 思思 你真是个人才啊 我和沈淑默并不算是隐婚 但毕竟是其余婚姻 我从未对她提出过合体营业的要求 晚餐时 我试探性问她 老公 你不是说要多陪陪我吗 那你愿意和我一起上综艺吗 沈淑默郑重地问我 你确定 当然啦 这档节目要录制一个月 这次我一定要发力 将她拿下 我愿意沈淑默垂眸 露出一个我看不懂的浅笑 这档情感观察类综艺 主打的是 治愈清心不作妖 第一站就是海边 晚上 参加节目的嘉宾围在篝火边闲聊 大家谈起对伴侣的心动瞬间 有人主动TU沈淑默 沈教授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香香的呢 我听得冷汗直冒 沈淑默从未喜欢过我 这个问题简直是要我的命 柯柯 书莫她 我刚想以沈淑默出车祸 有些事情可能记不清为由 帮她打圆场 可沈淑默却主动开口 我对香香是一见钟情 我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撑着伞走在路上 一头活泼的小鹿 闯进了我的伞下 她笑着问我 能不能蹭一下我的伞 虽然那是个雨天 但那张明媚的脸 却是我见过最闪耀的太阳 从此以后 我就没有看过别的女人 沈淑默笑着看向我 天上的星光 似乎都揉碎在她的眼睛里 我则是发愣 冒雨闯入别人伞下 确实像是我会干的事 但我完全不记得 也蹭过沈淑默的伞 毕竟她这么好看 我不可能会忘记 就在我发呆时 其他嘉宾纷纷起哄 原来是一伞定情啊 这也太浪漫了吧 沈教授记得这么清楚 看来香香确实是 击中了她的心 看似闯入伞中 其实是闯入心中 这也太好刻了吧 在大家的惊现中 我红了脸 沈淑默不愧是文化人 编的理由都很有故事感 录制节目时正值中秋 节目组特意准备了烟火 五彩斑斓的光芒 在夜空中绽放 在浪漫的气氛下 每对夫妻或牵手或依偎 正在我纠结 要不要和沈淑默牵手时 一只宽大的手掌包裹上我 沈淑默歪头 在我耳边轻声说 老婆 我爱你 我红着脸回应 我也爱你 砰 突然 燃烧的烟花盒 被一阵海风吹倒 火光四溢 烟花像失控的流星 带着炽热的尾焰 朝着人群直射而来 刚才的欢笑 瞬间变成了恐惧的尖叫 大家四散逃跑 我还没反应过来 双脚已经悬空 等我回过神时 已经被沈淑默公主抱起 她用身体将我护得严严实实 还不忘安慰我 香香别怕 脸贴在她温热的胸膛上 此刻我们的心跳动 在同一个频率 那些缤纷的烟花 似乎绽放在我脑子里 绚烂璀璨 虽然是偷来的幸福 但这一刻也足够甜蜜 不管是失忆前 高冷得体的沈教授 还是失忆后 暖心温润的沈淑默 我都会一遍遍地爱上 两个月后 这档综艺的第一期播出 瞬间火爆网络 沈淑默在烟花下公主抱 呼我的片段 更是吸引了无数CP粉 满屏都是我俩的热搜 井浩书香CP 井浩 井浩真夫妻最好科 井浩 井浩沈教授超绝男友力 井浩 井浩教授 VS明星 井浩 我抱着手机 看网友的二创视频 和同人文 笑得合不拢嘴 沈淑默忽然出现在我后面 若有所思 原来你喜欢直白点的呀 像是被抓包的小学生 我赶紧吸掉屏幕 我 我就是随便看看啦 老婆 沈淑默环抱住我 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这样做 我有些困惑 嗯 什么意思 沈淑默像是想起什么 转移话题 没什么 我后天 要出国参加学术研讨会 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 等我回来 我会乖乖等你回来的 我的沈教授 我鼓起极大的勇气 点起脚尖 飞快地亲了下沈淑默的脸颊 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沈 香香 我先去收拾行李 沈淑默低着头离开 而我看到他的耳尖逐渐泛红 原来快三十岁的沈教授 是这么纯情啊 有点可爱 在机场送别沈教授 看到他转身 走向登机口的那一刻 我便开始想他 以前我对他是喜欢 但骗他入局后 与沈淑默如同真夫妻那样 相处两个月后 我对他的情感 已经升华成滚烫的爱意了 就像是喝酒 刚开始只是对好酒的欣赏 喝多了 就上瘾了 靠着和沈淑默的CP 我的流量飙升 不仅多出了好几个高端商务 甚至连几个大制作的电影 都来接洽我 香香 沈教授真是你的福星 思思和我开玩笑 等他出差回来得好好犒劳他 怎么犒劳 我又不会做饭 思思恨铁不成钢 把自己洗干净 给他吃啊 想到上次被沈淑默引诱的一脸鼻血 我摩拳擦掌 这次我可不能耸了 我在网上偷偷买了性感睡衣 香薰 还有氛围灯 打算给沈淑默一个惊喜 没想到距离沈淑默回国前一周 我去他房了 香香 不好了 你和沈教授的其余婚姻 被人曝光在网上了 午休时 我被思思的夺命连环电话吵醒 还没等我撒起床气 他那句话瞬间让我清醒 我打开微博 上面全是我和沈淑默假结婚的新闻 营销号甚至把我们的 其余婚姻合同晒出来 白纸黑字 还有我的签名和指纹 根本无从辩解 思思着急地问我 香香 网上那份合同是真的吗 还是别人捕风桌影伪造的 嗯 是拍的原件 我翻看手里的文件 而且是我手上的那份 和沈淑默无关 是我这边出了问题 思思立刻说 肯定不是我 我当然知道 你要想被刺我 也不用等到这个时候 思思叹了口气 现在网友群情激愤 当初那些粉丝科你和沈淑默 CP有多狂热 现在骂得就有多凶 对不起 思思 别担心 公司这边有我呢 思思提醒我 我比较担心的是 你打算怎么对沈教授解释这些呢 契约被曝光 影响的不仅是我的事业 还有和沈淑默 好不容易培养出的感情 我苦笑了下 恐怕不止是对沈淑默的解释 话音刚落 手机提醒我有另一通电话进来 屏幕上显示来电人 婆婆 沈淑默的妈妈给我打电话 我的心瞬间跳到嗓子眼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我匆匆结束了和思思的通话 看到持续响铃的手机 心里慌乱的不行 沈淑默与我契约结婚 就是为了摆脱家里人的催婚 现在爆料出这些 受我违约了 最重要的是 我的公婆并不是寻常人 我和沈淑默第一次见面 她就向我求婚了 三年前 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发誓要做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靠实力走花路 直到妈妈重病我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 我终于向现实妥协 我拿着思思 好不容易给我争取到的高端酒会邀请函 昂着笑脸 向各位民导民流毛遂自荐 但那样的场合 多的是比我咖位高更豁的出去的明星 根本没有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垂头丧气地站在角落里 挫败地想哭时 一道温润低沉的声音 在我头顶响起 宋小姐 你好 一抬头就对上一张清俊儒雅的脸 你 你好 我局促地打招呼 请问你是 沈叔默递给我一张烫金的名片 郑重地自我介绍 我是沈叔默 毕大金融系教授 宋小姐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愣正的功夫 沈叔默将她求婚的动机 解释得清清楚楚 原来她一直被家里催婚 为了应付长辈急需一桩婚姻 但她并不愿意随便娶个女人 所以想用期约婚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可以承担你母亲的所有开销 绝不干涉宋小姐的私人生活 只需要您逢年过节 陪我回家演演戏 演戏 而我刚好是演员 我恍然大悟 所以这就是你选我的原因 沈叔默为一汉手 你要是这么想的 那就是吧 人生的很多决定 都是一念之间 权衡力毕后 我答应了沈叔默的请求 原以为沈叔默的身份 只是高校教授 他选我这个小明星结婚 还算是门当户对 直到他带我回了趟祖宅 我才知道 他是海城首富的独子 看到古色古香的中式老宅 颇具威严的公公 和气质卓越的婆婆 我才知道沈教授完全是我高攀不起的人物 公婆对我的家事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沈叔默言行举止间 尽是对我的维护 爱屋即屋 他们也就接受了我 晚上 公公将沈叔默拉去下棋 我陪婆婆一起喝茶 香香 叔默从未谈过恋爱 她从前和我们说过 这辈子只会和一个人恋爱 结婚 生子 我挣了下 没想到沈教授这样的身份地位 还是如此专一的人 可惜我只是她找来的演员 并不是她人生的女主角 她不会辜负你的 婆婆不怒自威 所以你也不要负了她 契约婚姻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公婆又岂会不知道 铃声还在想 我却没有勇气接 最后自动挂断了 唯一没有给我打电话的 反而是沈叔默 算了下时差 她那边是凌晨 应该还在睡梦中 所以还不知道 这边已经兵荒马乱了吧 一想到再过几个小时 什么都瞒不住了 我就担忧地喘不过气来 果然 撒谎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天逐渐黑下来 我在窗边枯坐一天 直到昏暗的房间 忽然亮起灯 我下意识用手挡住双眼 等我的眼睛适应光线时 沈叔默竟出现在我身边 沈叔默 我的嗓音微微颤抖 一度怀疑这是我的幻觉 香香 是我 沈叔默握住我的手 别怕 我回来了 她的手很暖 我却愧疚地想抽开手 又被她更用力地握紧 我偏过头 不敢看她 沈教授 对不起 我 没等我说完 她已经将我拥在怀里 我提前结束学术交流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不是为了听你喊我沈教授 更不是为了听你和我说对不起 沈教授 你还不知道吧 契约书是真的 我颤着声音承认 我骗了你 我深吸一口气 终于将三年前 我们确实是契约结婚 后来我利用她失忆 欺瞒她的事情 和盘托出 说完 我低着头 不看沈叔默的眼睛 就在我以为她会气愤地责备我时 一个温柔地稳落在我的恶心上 香香 即便我们曾经是契约婚姻 但现在的我很清楚 我很爱很爱你 那你爱我什么呢 从你失忆开始算起 我们也不过认识了两个月 我推开了沈叔默 强忍泪意 沈教授 我知道你很善良 不过你不需要这么安慰我 挨打药立正 是我贪心了 也该付出代价 沈叔默哭笑不得 香香 我没有安慰你 有时候 爱就是一种感觉 你说我们只认识两个月 可我却觉得 认识了你十年 爱慕了你十年 我皱眉 胡说 哪怕从初遇开始算起 也不过是三年 沈叔默将我拢在怀里 声音低沉又笃定 就当是我胡说吧 但请不要再怀疑我对你的爱意 像是被暖阳消融的冬雪 我再也忍不住 一整日的惶恐 化成怜绵的泪落下 对不起 我害你被网友骂 还有伯母那边 我连他的电话都没有勇气接 是我让一切变得这么糟糕 却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收场才好 沈叔默稳尽我的眼泪 轻声说 其实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眼下的一切 什么办法 你喊我一声老公 我被他郑重的神色所蛊惑 明知他是逗我玩 还是抽气地喊了声 老公 好了 那剩下的都交给老公 沈叔默将我抱起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好好睡一觉 我保证 等你醒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晚 沈叔默坐在我床边 拍着我的后背 像哄孩子一样哄我睡觉 前所未有的他时 一觉无梦 等我醒来时 已经是晨午了 我在屋里逛了一圈 都没有看到沈叔默的身影 拿起手机想打给他时 看到屏幕上显示 二十几个未接来电 都是思思打给我的 想来是经过一天 事情发展得不可收拾 他才这样急切吧 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 我深吸一口气 回拨了思思的电话 我还没开口 电话里的思思 激动地大喊大叫 你总算接电话了 香香 你家沈教授 真的帅死了 我一脸猛逼 啊哈 思思仿佛一个狂热的粉丝 疯狂对我述出 沈叔默的神操作 首先 沈叔默在公共平台上 回应了所有质疑 契约婚姻合同 不过是夫妻之间的 小情趣罢了 没想到会被有些人利用 老婆是我的底线 这件事我不会善罢甘休 短短两句话 既安抚了粉丝 保全了我的声誉和信用 又震慑了始作俑者 没多久 我身边的一个小助理 主动站出来承认 是他帮我从保险柜里 拿手势时 看到了里面的合同 一时鬼迷心窍 拍下了合同内容 后来 和我一直不对付的女明星 极度我流量飙升 挡了她的道 找到小助理 想买我黑料 小助理没经得住 金钱的诱惑 就把合同的照片 卖给了女明星 这才有了后续的 一系列事情 小助理发文后没多久 女明星居然在 微博上发视频 给我道歉 她哭得鼻涕横流 满脸惶恐 又悔恨的90度鞠躬 并承诺说要退圈 然后 她把所有微博清空 并置顶了道歉视频 整件事 才算是尘埃落定 吃到完整瓜的网友 彻底疯狂了 我和沈书默 又霜若灼上了热搜 沈见不得老婆受委屈 护妻狂魔 书默 天啊 沈教授也太爱了吧 而且她的实力 真是细思极恐 如果宋香香和沈教授 是其余婚姻 那他们就是先婚后爱 好磕 如果他们不是其余婚姻 那平时还玩 其余恋人这种角色扮演 确实有情趣 我也磕 结论 宋香香和沈教授是真爱 这一对是横书正反 都好磕呀 昨晚我睡着后 沈书默居然默默做了那么多事 思思兴奋的八卦 香香 沈教授到底是什么人 不到24小时 不仅查清了真相 扭转了舆论 还狠狠打脸 始作俑者 我刚想说点什么 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 思思 不和你说了 我先挂了 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见沈书默 我冲到门口 沈书默举起手里的包装袋 饿了吧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 我摇了摇头 不饿 看着沈书默眼下的乌青 他一定是整晚都没有睡 我心疼地摸了下他的脸颊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 老婆 如果你想为我做点什么的话 沈书默握住我的手 亲吻我的手背 以后请多依赖我一点好吗 我扑到他怀里 感动得阴阴阴 沈教授请停止散发魅力吧 我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爱你呢 网友那一关试过了 接下来就是沈家父母 站在老宅门前时 我拽着他的衣袖 小心翼翼地提醒他 你想好怎么和爸妈说了吗 我们要不要提前对对口供 沈书默神态自若 还没完全想好 到时候你根据我的说辞 随机应变吧 也行 毕竟我是个演员 就当是即兴表演吧 客厅里 公公婆婆端坐在沙发上 显然是等了我们许久 看着阵仗 我就知道 今天不会轻易过关 婆婆开门见山 你们两个的婚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用余光打量沈书默 等待她的动作 沈书默拉住我的手 轻描淡写地说 爸 妈 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香香她 沈书默看着我 顿了顿 她怀孕了 刚才还沉着脸的公公婆婆 在短暂地对视后 立刻喜笑颜开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沈书默 实在没想到 她会想出这样的对策 还没来得及反应 婆婆已经拉着我的手 关切询问 香香 几个月了 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刚 刚查出来怀孕 身体暂时没什么不适 事情都发展到这份上了 我只能咬牙配合沈书默 把戏演下去 向来不苟言笑地公公大手一挥 香香 你辛苦了 我打了五千万到你账户 谢 谢谢吧 我一时之间 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再这么演下去 我不仅和沈书默 和整个沈家的羁绊 都只会越变越深 从沈家回来 已是晚上 关上门 我便急着问沈书默 我根本没有怀孕 早晚会被戳穿的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撒了一个谎 要用无数的谎去圆 沈书默意味深长 香香 其实有个不被戳穿的方法 我急忙问 什么方法 沈书默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反应过来 脸上立刻烫起来 低着头 心却跳得很快 沈书默轻轻抱住我 靠在我耳畔 嗓音低沉 香香 可以吗 我伸手回报她 用行动给了她答案 她迫不及待将我抵在墙上 双手拖住我的臀部 我的双腿自然而然地挂在她的腰间 我推了推她埋在我脖梗处的脑袋 又秀又祸 不去房间里吗 等不及了 沈书默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先在这里 再去床上继续 她身体的某处像是着了火 滚烫灼热 连带着一起点燃了我 那一晚后 我和沈书默一起烧掉了契约 成了你请我愿的真夫妻 两个月后 沈书默的生日快到了 我打算给她一份称心的生日礼物 趁着范医生来家里给沈书默复查时 我悄悄问她 你知道书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吗 范医生看了我半赏 不就是你吗 我忍不住笑 我是说东西了 你们是兄弟 总该有点了解吧 范医生皱眉思考半课 那你去翻翻她的浏览器 看看她平时的搜索记录 这倒是个好主意 我趁着范医生给沈书默检查时 悄悄打开了她的笔记本电脑 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打开浏览器 我竟瞠目结舌 爱上其余对象怎么办 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真的失忆了 如何伪装失忆 怎么不举一场车祸 原来那场车祸是假的 失忆也是假的 我以为是我算计失忆的她 没想到真正的猎人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我再也忍不住 抱着笔记本冲到沈书默面前 气鼓鼓地质问她 沈书默 你根本没有失忆过 对不对 范医生 你也是陪她演戏的 两人看到笔记本屏幕上的浏览记录 皆是一愣 随后范医生起身告辞 我家里还炖着汤 先走一步 范医生拾去地离开 沈书默起身来到我身边 香香 我可以解释 我瞪着她 我倒要听听她怎么狡辩 香香 那晚在海边我说 对你一见钟情 是真的 我下意识反驳 怎么可能 我要是钻到你的伞下 怎么可能不记得你 如果我说那是十年前的事呢 我微微皱眉 太久远了 我完全没有印象 沈书默无奈地提醒我 河院十字街口 我撑着黑伞 你钻进来 问我是否顺路去一钟 一段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 我念高一时 去学校的路上 忽然下了好大的雨 为了不迟到 也不过分狼狈 加上射牛本性 我选中来往行人中 最大的一把伞钻了进去 不好意思 我没带伞 你是否顺路去一钟呢 伞的主人是个 极其英俊的男人 他在短暂的犹豫后 点了点头 一路上 我都在偷看他 只是他身上的清冷气质 让我不敢过躁 这件事我记了许久 但时间长了 还是淡忘了 没想到 那个男人是二十岁的沈书默 所以你记了我十年 不是记了十年 沈书默的眼睛 深情的能力出水 是爱慕了十年 我恍然大悟 所谓的契约婚姻 也是你的有意为之 香香 酒会上再见你时 我便不想再错过了 用了一个拙劣的借口 短暂地拥有你 沈书默的眼神 竟有一丝卑微和小心翼翼 我再也无法生气 嘟囔问他 那我们契约到七时 我假装醉酒诱惑你 你怎么还能坐怀不乱 怎么可能不乱 与你同居三年 每一刻都在隐忍 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只是我不想任由自己的欲望 轻薄了你 这样浓烈的爱 却又如此克制地隐藏 我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沈书默 以前的时候我不计较了 但以后不许算计我 否则的话 我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我就带球跑 在短暂的沉默后 沈书默瞬间变得欣喜若狂 激动地语无伦次 香香 你的意思是 我 我要当爸爸了 是啊 本想在你生日时告诉你的 当初他对公婆的谎言 如今变成了预言 向来处遍不惊的沈教授 眼眶净寒着泪 亲吻我的眉心 原来得偿所愿 是这样的滋味啊 我欣然一笑 这一刻与他感同身受 我对他步步为营 他对我徐徐途之 我们与彼此 都是对方的得偿所愿啊 我对我的 我为他们译着 你变成了个 我会否划